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郭文进是来自台湾的自行车队领队 这次东山岛之行是为了参加中国自行车联赛 在安排比赛之余 郭教练给自己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制作一本东山相册 送给没能一同到来的妻子 安排好车队的各项事宜 郭教练与好友小江碰了面 我这一次来刚好会利用有空的时间 那要去看一些自然风景 也会拍一些照片 回去给我太太还有好友分享 两人决定充分利用比赛的空闲时间 将东山美景记录下来 根据东山的旅游特色 小江为郭教练制定了这样的路线 两人决定 第二天一早 先到东山岛东部的苏丰山去看日出 然后一路向北 乘伦渡抵达第二站 东门宇参观东明寺 接着向南进发抵达第三站 去参观风洞石 观地庙等著名景观 最后一站 沿着充满东山古文化风情的老街 结束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的上午 郭教练去参加专业组的比赛 下午则跟随小江到东山岛的南部 传统渔村 澳角村 记录原始的渔民生活 送走了小江 郭教练兴奋地有些睡不着觉 跟我们聊了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车队队经理我太太 因为这一次刚好有点 家里面要忙其他的事情 她就没有过来 就只有我带队过来 当然明天的东山岛旅游 也一定特别要跟我太太好好分享 第二天一早 两个人按计划来到了 位于东山岛中部的苏丰山